宗教是为了人而存在的 人不应该降低宗教的原则 去配合他的生活方式 相反地 他必须按照他的宗教原则 去调削他的生活方式 人不是为了宗教而存在 宗教却是为了人而存在 如此 为了广度众生 宗教必须适应各种不同的时空 在某些特殊的地区 曾经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人们要有纯洁信仰的需要 在另一个时空里面 基于因果法则的理性实践 然而 在另一个时空里面 人们需要的是控制内心 或者坚强意志力的运用 因此 各种宗教的引进 是配合着不同的需要和目标的 一个讲神秘力量 和奇迹的宗教 是基于信众们 内心的畏惧感 一个讲信仰的宗教 是由于信众们 重于信心 或者其让 一个讲业报的宗教 是基于自求多福的原则 自己必须负起 一己的解脱的责任 一个理智的宗教系 根据自由思考 理性的思考 一个和平的宗教系 根据于自他无害 一个慈悲的宗教系 基于牺牲一切 为了他人的身心 能够离苦得乐 宗教的不同 是由于信徒们的理解力不同 不同的宗教 也都因此有不同的解释 每一个宗教 都有一套自己的答案 有些宗教宣称 人要在世间受审判 有人就问 那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另一个宗教就问 何以一个人 只是活一次 就被概观定论呢 特别是 所有的人 并不是被给予同等的机会 而且是生活起 不平等的生理 智能 和环境条件之下 每一个宗教 都为他们自己的目的 设下标准 有些宗教 以脱离生死轮回为目的 有些宗教 甚至是天堂福祀为永生的目标 有些宗教 就是融入宇宙创造力 为他们的基本目标 同时 同时也都有些宗教 是以眼前当下受用 为最高的幸福 每一个宗教 对境恶的人 有着不同责罚的观点 有些宗教 说一个人 在一生中犯了错 就永无挽回的机会 另外一些宗教就说 人是不止活一次的 还有很多机会 可以改缩自己 直到最高的幸福 每一个宗教 提供给他特有的道路 来达成其向往的目标 有些宗教 要人完全降伏于上帝面前 有些宗教 要求严格禁欲 苦行 来达到完全的淨化 另外一种宗教就说 子恶行善 自正其心 不同的宗教 修持不同的法门 有些是献身 纯服于上帝 有些是明智地理解真理 有些是透过静坐默想 或者仪式和礼拜 除了宗教家门 配合他们信众的了解 所做的不同开展之外 宗教修持 仍然一直有很多 让人果足不前的障碍 假使宗教是为了人而存在的 这样宗教必须福利每一个人 使到人人获得幸福 然而 今天的人类社会 腐化堕落 而远离真正的宗教收集 当然了 邪恶的行为 已经是司空见惯 以至社会上 要在现代化生活中 维持某些宗教的原则 变得重重困难 为了配合腐化的生活水平 基本的宗教教界 和原则 也都降低了 人不应该依照 自以为是的道德 和生活方式 来调整宗教的教界 或者世间的道德标准 相反地 人应该试着调整自己的行为 来配合基本的宗教教义 宗教的教界 已经由完成真正正道生活的 宗教师们所开道 凡是违反教界的 那就无异于 违背了世间律 和宇宙律 依佛法讲 这一个是道德因果的违背 另一种宗教的阻碍 来自于保守人士 他们反对宗教上的任何职责 或者收持行仪的改变 这些保守派人士的观点 如同于塞了的水蛙 新的观念 必须不断地引进到宗教活动 和组织中来 这些新的观念 如同瀑布之水流作用 因为它是清新的 而且是流通性的 另外一种阻碍 来自于人们 以为宗教 是为了死了的人而存在的 还有一些人 他将要命中 或者已经死了的时候 他们才会想到宗教 宗教 宗教不止是为了死者而存在的 也都是为了活人而存在的 宗教能够使人过着可敬的高尚生活 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 同时塑造他们现在和未来的生活 使达到最后的人生目标